临近台北101附近的超商业者更是全员备战 不但人力比平常多了十倍以上 暖暖包、关东煮、咖啡这些热鲜食 备货量也多了好几倍 而且为了增加动线流通 干脆拆门迎接跨年的人潮 不畏寒风为了迎接晚上的跨年人潮 超商业者一大早就把店里的门全拆光光 一片也不留 就连饮料柜的冰箱门也不放过 就是要让大家快、很、准 因此店里有多少备货更是重要 看店员趁着没人赶紧补货 为了方便民众购买 也调整动线位置 干脆挪到收银机旁 预估一天能卖将近六千包 另外像是热乎乎的关东煮 还有热饮就比平常增加三成以上的备货量 矿泉水更是不可少 目前看起来应该干冷 那我们的鱼衣的部分基本上会减少 那我们会以干食为主 人力的话会到达一到两成 越晚天气越冷 更是要来杯咖啡暖暖身 不但各家超商 加派十倍以上的人力 就连收银机都增加五台以上 有的干脆搬到外头来 加快结账速度 尤其是在市府周围旁的超商 光一个小时的来客数就等于平常的一天 我们在新一区的店铺 我们在晚上八点之后 大概每个小时都会有破千人的一个来客 那在十点之后甚至会有 一千五到两千人的这个来客数 我们都增加八到十倍的备货量 那可以带动我们业绩大概两到三倍 当日的一个成长 为了抢工跨年夜商机超商业者全体总动员 就是要比大家一起迎接2013年 新厂演的电视综合报道